好 所以我怕 你不要講啊 滿口髒話 怒氣沖沖 男子情緒激動 嗆聲自己有竹聯邦背景 讓人包圍派出所 甚至丟50道示威 情方趕緊出動 優勢警力將惡煞門壓制 但為了什麼事情 如此氣沖沖 原來是朋友被砍傷 我朋友被砍傷 時間到會27號凌晨 多名黑衣人手持棍棒和刀蟹 聚集在酒店門口 不時大聲叫嚣 二話不說衝勁離頭 不到幾分鐘 一群人又跑了出來 揮舞刀線 警方出動快打部隊到場制止 並且將傷者抬了出來 惡煞門火氣還很大 不斷跟警方嗆聲 差點爆發扭打衝突 但為了什麼事情 酒店發生鬥毆事件 原來是27號凌晨三點多 台北市南京東路上的酒店 陽性男子和兩名友人 到酒店內消費荒唐下毒後 看另一群人不順眼 招來二十幾名二煞住陣 在裡頭打了起來 導致一名男子遭到砍傷 道士酒店就在這棟大樓裡 平常外觀看似一般的商辦大樓 但其實B碗就是兼酒店 而開幕不到一年 平常就有不少複雜分子在進出 警方在現場發現二十公分的葡萄 還有西瓜刀 刀屑以及摺疊刀 但鬧時雙方反而護膝的責任 不願意承認刀子是他們的 造成其中一名男子背部及大腿 有多處刀傷 送往醫院急救之後 並無生命危險 原本單純和朋友開心喝酒聚會 這下全都變了掉 酒店衝突意外衍生案外案 警方將姿勢分子通通一網打盡 記者向軍車王千玲台北報導